新的系列 叫做罗德基的系列的时候呢 我肯定讲个小话 有一个乡下的老奶奶啊 阿嬷 她是很有信心 很有大胆 著名的基督徒 她每一天啊 都清朝起来 就在街上祷告 唱诗 赞美神 邻居啊 故意要破他人水 常常的讲 阿嬷 哎呀 你再浪费时间啊 根本没有神 不要浪费时间的 这个邻居啊 为了决定要证明自己是对的 就特地去买了一些杂货店的食品啊这东西 然后一大清朝就放在她的门前 然后 各天早上 那阿嬷 然后奶奶就起床 看见了 就大声挂 感谢着我的门前有一大包的礼物 食品这样 然后邻居就从后面跳出来 哈哈哈哈 大声笑 哎呀 那个 那个不是神给你的 不是上帝给你的 是我给你的 是我不予放的 然后 我都说了 你是在浪费你的时间 然后 老奶奶就抬头望着天 然后 就说 感谢主 你不仅送日常用品 还叫我给付钱 哈哈哈 没拿着 所以 兄弟弟 这是一个小话 不过 但是有时候 当人家不相信上帝啊 他都会找很多理由不相信上帝 但是如果你 业劲长开你的身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那里都是神记 阿们 今天我们来看路德记 为什么要看路德记 我给你一些背景 一些背景就明白了 今天的主题是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路德记记列第一 我们来看看 我们一起来读 一起来讲专击从事去开始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不好 当世事连政的时候 我总遭遇激光在儒大过一门 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 往罗亚地区寄居 这人名叫比利米勒 他的妻名叫马欧米 他两个儿子名叫马伦 一个人叫西远 都是儒大过一门的遗法他人 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 后来马欧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 剩下夫人和他的两个儿子 这两个儿子取了摩亚地区 一个名叫阿尔巴 一个名叫杜德 在那里住了也有十年 马罗亚地区也有十年 马罗亚地区也有十年 让我们也从正宫他们的生命当中 来提醒自己要有怎么样的一个生命 主我们感谢赞免你 把一下时间求你高默夫人 让我释放的每一句话都能够造就 能够建议让他们能够很爱神 能使用神更多 感谢赞免你 祝我们给神的名大家 阿们 感谢主 那我们从这里的故事一开始 如果你是喜欢看戏 或者我喜欢去电影看戏的 我都会选一个很好的题材去看戏 是吗 我是爱情的 罗曼蒂克的 动作片的 我有故事情节的 后空洞洞的 哇他场面很大 但是我们从这路德纪一开始呢 我们就看到这个故事啊 是一个很悲哀的故事 一个女人 从跟丈夫一起到外地 外地去生活 然后生了两个儿子 结果 老公死掉了 连两个儿子也死掉了 我们从一开始就看到一个很悲惨 很悲哀的故事开始了 一切都失去了很多 Walk home, bullet home 这样 就好像一首歌 那个广东歌唱的 Yak 阿 Yi Hing 阿 找 回 那种很苦的 苦很苦的 那个的情况就这么样的 开始他的故事了 所以我看到 我要告诉你 无论你在什么阶段 你不要以为死去就是完蛋了 死去就是没有希望了 从路德纪的故事 不要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 你是上帝的儿子 失去并不可怕 失去才是转机的态度 我们就来看一些背景的历史的人路 一个好的故事一定要有人路 要有疑点 然后要有 情节 我们来看一个一个来看 那么在圣经里面 刚下文读到 说在四四年正的时候 四四时代 是什么时代啊 圣经在四四期的最后一章就一节讲到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个人任意而行 圣灵感动 圣灵的解释 在路德的年代的时候 是没有王 这就是圣灵的解释 当我们生命当中信仰耶稣 如果没有让耶稣来掌权 让耶稣成为我们的君王 生命中的君王 我们就像这样的情况 任意而行 我们做我们喜欢做的 好 我们高兴就好 我们从来没有让主耶稣在我们生命掌权 我们做到我们圣灶当中一团造 乱七八糟 我们去看下去 然后呢 我们从这个地方呢 犹大 玛利恒和迦摩地 是一个很不同的一个环境 那边靠一下地图一下 这个是摩亚地 摩亚 然后他们的家庭在玛利恒 我们在这里 看到没有 然后中间呢 相隔了一个死海 如果今天你还有去 那个东中 那个地中海 那个死海的时候 很多人很喜欢去那边 泡澡 那个 那个海滩 那个土啊 是很有mineral的 那个矿物质他们去拿来摸自己 我美容啊 出黑黑啊这样 很多人去以色列就是玩这个东西 我做了美白漂亮皮肤回来 我没有前去 如果你有感动 你帮我抽 我其实要告诉你很好的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 死海 死海是因为他来到这那边 你就不能留住 所有的mirror 矿物质都留在那边 死海里面 所有的矿物质 如果常常去那边洗澡 所以呢 为什么他们相传啊 以色列的女子是漂亮的 没有死海 我们没有死海 我们有滚了港的 很多垃圾 在死海那边啊 你看 我稍微讲一下 地理环境 摩亚到布里痕 是要经过一片的沙漠 然后来到这里 是有很多的山路 凹岐岐不平的 所以 他们离开这个地方啊 是千辛万苦的离开 然后 等这个故事讲回来 他们也要回去 但是我稍微不讲先 还是要再讲 我们去看下一个 讲一些故事 环境那个 的关系 第一 为什么 路德记 路德记很重要 因为 耶稣亚时代 但摩西把 以色列人带出来的时候 带出来 全体的人带出来的时候呢 他们 经过了一个地方 叫 叶利哥城 上帝就说 你不用去打仗 我就把这个城 叫叶利哥城 然后 耶稣亚 以色列人就派几个探子 去探 探个究竟 在 戈利城那边 探个究竟 听说啊 全世界第一个spies 就是从这里开始 所以就派了几个spies 去那个戈利城 那进去之后呢 有一个女人 叫拉何 这个拉何在这个叶利哥城里面 是做一个妓女的 然后就开门给他们 然后他们来进楼 来看看里面的环境 然后就回去 这些几个spies回去的时候 拉何就拉着这个 这些几个spies说 请你记住 私人给我的家庭 当上帝要拿这个城市的时候 请不要灭绝我整个家族 请你跟我立业 sign agreement 然后 那个几个探子说 你把那个珠宏圣布 扑在你的门口 当上帝要派天使来毁灭这个城市的时候 一定保守我们的家 我不起来 这个拉何整个家 整个城倒塌之后 他们将倒塌呢 以色列老城 老六天 六天 每天老一次 第七天 第七天的老七次 整个城就倒塌下来了 全世界 从来没有这样的历史 不用打仗 去仇敌的城 饶城七次 而已 这个城就倒塌了 只有以色列能够 在以色列身上做这样的寂寞工作 OK 城倒塌之后呢 拉何也跟着以色列人 居住 他们都在一起 然后他就嫁给其中一个spite 叫 撒门 英文叫 撒门 不是撒门fish 他真的是叫撒门 不是撒门fish 他叫撒门 然后就撒门跟拉何一起 戒门就生了一个儿子叫华氏 华氏 华氏也是这个路德记里面的主人东之义 然后华氏跟路德戒了门 就生了俄贝德 俄贝德 俄贝德 俄贝德就生了耶西 耶西就生了大卫 简单讲 路德就是大卫的真正主乃 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 这很关键 这个故事跟你和我在生活当中是有很重要的 因为 上帝要把我们从四十时代带到终结了四十时代 进入大卫皇朝的时代 圣经讲第一个十字是耶稣 最后的十字是撒门 撒门两度高末大卫回王 然后结束了整个熟血气乱七八糟的生活 让我们生命中有王掌权宅管的生活 所以我们要看路的基础是中央的年龄 我们继续看下去 有人路有伊利比勒 纳尼 有马轮 有基连 二八路德 波斯 总共整个故事里面有七个人路 就这个七个人路 我们继续看下去 那么我来看看这些 以色列跟周围国的关系 我们看到 刚才我们读到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拿尔米的两个儿子 娶了摩雅 女子维基 一个叫尔尔巴 一个叫路德 很奇妙的 在就业里面 拿名字很重要的 如果你不要 如果你要上个祝福 请不要乱乱取名字 给你孩子 专门取名字 在就业啊 名字 代表一个人的 personality 和 character 好像 请你不要 给你自己名字叫 莫尼卡 然后你的姓证 莫尼卡成 这个开玩笑 大家都叫你 莫尼卡成 莫尼卡成 所以名字很重要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圣经说 拿尔米的父亲的名字叫 以利米勒 以利的意思就是 上帝耶和华的死 米勒就是王 整个意思就是说 耶和华是王 很可笑 这里有点 这些有点 一言性啊 先知性的一个解释 那时候的时代 所有的人都没有王的时代 他的老公以利米勒叫 耶和华 就是说 他已经预告 已经是宣告 王要掌权 王要在我们生命当中进来了 然后我们来看到 他的儿子 拿尔米的名字叫 Sweet 意思是甜 Pleasant 就是甘甜 和愉快的意思 然后他有两个儿子 你请你不要问我 为什么给他儿子叫这个名字啊 马伦的意思叫病 我不知道 没台不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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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从小到大 他很容易生病 很多病 哎呀你那么快 那么厉害生病 那么爱生病 就叫你病了 马伦 所以请你不要给你 孩子叫马伦啊 就病的意思 然后另外一个儿子 吉莲 吉莲叫洛 又病又洛 难怪儿子就死掉 找到就折腰 所以名字真的很重要 请不要让他起名字 然后就叫 吉莲叫病 所以马伦叫病 吉莲叫洛 然后就是故事 就这样开始了 有这样的背景 大概你明白了 我们就直接 从这里开始这个故事了 我们从历史里面来了解 伊利米勒是一个很畜生很尊贵的人 所以他叫耶华斯王 他为了躲避饥荒 为救自己 而却离开了以色列 去到他要去的地方 叫摩亚那边来生活 可是呢 好景不差 教授王生命当中有很多意外的事情发生 他们的丈夫死了 请你记住 我们现在不是现在的时代 我在讲的故事是三千年前的故事 在三千年前一个女孩子死了丈夫 不是一个有利的事情 阿们 现在很多的时代的女性都是失业女性 哎呀老公不养我自己养我自己 干嘛要给老公养 可是在三千年前不是这么样的 女人不可以在外面出来的 不能抛头入面的 只有一种女人可以在街上走 那就是不好的女人记理 所以在你可想而知啊 兄弟姐妹 这个哪里是怎么样的心情 死了一个丈夫 所有的寄望 都投生在她的两个儿子里面 我们中国人有句话 出嫁重夫 夫死重子 我嫁鸡谁 我跟老公就对了 老公死掉我就重子 所谓儿子都 儿子讲什么我就OK就算了 说了算 可是不幸的诈会发生在哪儿女身上 连两个儿子都死了 不是一个死 两个都死掉 所以呢你看到哪儿女是一个很糟糕的状况 故事这里开始 从里面请你看哦 这个故事本来有三个男人 三个男人都死掉了 现在只剩下三个女人 而且严格来讲 准确讲一点都是剩下三个婆夫 在三千年前 三个婆夫三依为命 不容易 不容易 唯一好的东西呢 这个家婆和媳妇 因为我没有媳妇 我常讲 媳妇 媳妇跟家婆的关系都很好 通常家婆和媳妇的关系不好 你不相信吗 请你看广义胎就知道了 广义胎常讲那个家婆 就抗托她的媳妇 媳妇就怎样弄手段害她的家婆 你没有看广义胎哪里很熟悯呢 我也没有看 我也没有说而已 所以他们唯一好的地方 就是这三个婆媳的关系很好 都善意为命 好了 如果你是哪儿女 这里面你是哪儿女 当你的老公死掉了 你的儿子又死掉了 剩下两个媳妇 你该怎样做 你会怎样做 你会做什么决定 你何去何从呢 我们来看下一个经文 OK 就不用了 不用了 我们来看下个经文 大家讲 恢复从回家开始 恢复从回家开始 这个很长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要不然你不知道她背景 我怎么读了 她就与两个儿媳起身 要从摩甲地归回 因为她在摩亚地听见耶罗伯 眷顾自己的百姓 赐粮食于他们 于是她和两个儿子 起行离开所 这个地方要往犹大地去 那儿女对两个儿子说 你们个人回良家去吧 愿耶罗伯恩待你们 像你们恩待遗死的人 与我一样 愿耶罗伯使你们 各在心夫家中得平安 于是哪儿女与她的亲嘴 他们就放生而顾 说乌斯兰我们必与你们一起回日本国去 那儿女说 我女儿们回去吧 为何跟我去 我还能生死做你们的丈夫吗 我的儿女们回去吧 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 或计说 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死 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 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 我的女儿们啊不要这样 我为你们的眼部省事愁忽 因为你儿活神所攻击我 我们看到 哪儿女做一个决定 就是想回家 没有的地方比回家更好更舒服了 哪儿女就决定 当她失去一切的时候 不仅失去丈夫 不仅两个儿子也失去了 他们就决定回家 所谓人离相见 没有的地方比家里好的 回家总是最好 而且 况且第二阶段来能听到 她听见爷伙 宣布自己的百姓赐良于他们 他们听说 家乡有米吃 有饭吃 他们就回去了 然后呢 那我就把所有故事很简单很简单 请想一想 三千年前没有飞机 没有MRD 没有Highway 三个女人又不能骑马走路 根据刚才给你看的地图 我们回去看给你了 根据给你看我刚才的地图 OK 从这里回到这里 大概走路的话 不眠不休 要用四天到五天的时间 从这里走 从摩雅地要经过沙漠 然后要经过山谷 山谷要爬山 然后才能打破你的 是不容易的 孙姐妹 三个女人 徒少人叫 是不是 广东这样讲 三个女人这样走 如果万一半路 半路 碎碎碎碎碎碎碎 遇到山谷怎么办 三千年前 请问 冰城自安好吗 新港自安好吗 我现在讲三千年前的时代 三个女人在街上走 要走回家的路上 我不是故事刻意把它讲得很长 但是事实上是怎么样 三个女人在旷街走 万一遇到山贼 被人强奸怎么办 万一如果没有遇到山贼 遇到野兽怎么办 财男来了 把他们 把他 把他 撿去而 失去了怎么办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路啊 回去的路是 相当 辛苦的 所以那阿弥是一个很好的家伙 他说你们不要跟我回去 我回去的路途那么遥远 回去那么危险 请你们留在这里 重新嫁人就好了 你们在玻璃痕是没有前途的 因为你们在玻璃痕是不能做什么的 那里不是你们的地方 那里不是你们的人 那里没有你们的神 那哪里这样 哪里在山贼那里就这么开通 没有人说 以前的啊 如果你嫁了 嫁出去啊 再嫁很多人到公司 你要守过 守到你死为止啊 甚至你的中国的历史 你读中国的古代的戏 都是这么样的 连王帝要死啊 连那个王妃王兵什么的 赔债 很糟糕的 但是这个 哪里是一个很好的女人 开通太有女人 你们回去吧 你们重新开家吧 不要跟着我 我已经很衰咬了 不要跟我一起睡 他也是这样讲 然后 我们就看到情节 就有一点Bollywood的情节 呵呵呵呵 我不舍得你 你不舍得我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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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OK 就是这样 然后 可能人家想 哇 如果我有这样的家 我明白自己该多 然后 我够苦了 死了老公 又死了孩子 我是个沙法星 我是个海人精 我是个克星 你们不必效仿我的古智智 就是 我想啊 任何女人听到这样 一定恨两动 心里面想啊 假如将来 我有一个很好 这么明白事理的家伙 该多好 然后在三节 他心里面 我们看到 从三节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三节 我们在哪里三节 这个有点进去没有 帮我拿大家去一下 不听话 我们看到 从三节 他说 我为你们引故 谁是仇库 因爲我 身手攻击我 我们从哪儿女神上 我们看到 这个女人啊 的名字叫甜 甘甜 可是遇到那么多的孤狼 遇到老公死 遇到两个儿子死掉 还要做个回家的时候 他的生命由一个甜女人 甘甜女人 变成一个孤独 他内心充满的 愤怒以及孤独 他每一个晚上 可能是用以泪吸脸的 抱怨上帝 主啊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导致你拿走我的以利米乐 甚至我两个儿子也拿走 你大可以 拿出一个就好了嘛 为什么两个都拿走 你留一点 一点都没有留给我 一点都没有 上帝啊 你够狠心 我们从哪儿女神上 看到充满的痛苦 或许今天 有许多人在我们当中 也有类似的景点 他们一边在沙漠中走 一边走 一边埋怨 而且事情皆二连三的发生 似乎他们得不到任何的答案 我要告诉你 有时候上帝允许这些事情发生 像拿额米一样 让你失去了指望 让你失去了方向 你得不到任何的答案 你经历了苦难 似乎上帝不听你的祷告 你的米利米勒死了 耶和华是王死了 我要告诉你 上帝仍然是我们生命中的王 你经历了许多的战争 你似乎手软了 你似乎要放弃了 我奉劝你不要放弃 跟旁边的人讲不要放弃 OK 跟自己讲不要放弃 OK 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大声的对你说 不要让苦毒走进你的生命中 不要让苦毒改变你的思想 许多基督徒被苦毒囚禁起来 可能你生命中有一次 这么一次被人伤害过 可能有些人让你感到很失望 有些事情让你觉得很失望 你感到苦毒 苦毒轻视了你 我奉耶稣的名吩咐 不要让他这样下去 我们继续看下去 这是第一种女人男儿女 从一个甜女人到苦女人的情况 OK 大家讲信心从十架开始 信心从十架开始 OK 我图这净文 因为时间凝固 两个儿子又放生而故 那个儿巴姨婆婆 轻嘴而别 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你 路德说不要吹我回去 不跟随你 你往那里去我也往那里去 你在那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 阿们 你在那里死我也在那里死 你站在那里 你站 你也 我也站在那里 除非死能死你我 向你不然 厌耶和我 重重的惩罚于我 哪里建筑的定义要谁跟随自己去 就不再遣唐一次两人同行 后来到玻璃痕 他们到了玻璃痕 赫尘的人就惊讶 夫女们说 这是哪儿你吗 哪儿你对他们说 不要叫我哪儿你叫我马拉 因为全人者使我受了大骨 我满满的出去 耶和我使我空空地回来 耶和我降祸于我 全人者以我同 使我受苦 既是这样 你们为什么还叫我 还叫我哪儿你呢 哪儿你和他儿媳 摩亚林子路德 从摩亚地回来到玻璃痕 正在正式动手各大麦的时候 OK 我们来看 先下去来看 信心从十字架开始 那 这故事有点 有点 扭转耶 两个 来我再回顾啊 婆婆要回家 是不是吗 回到玻璃痕 两个儿媳妇要跟着一起走 走到一半 婆婆说 哎呀你们不要跟着我 一拉一车 一哭一哭哭的 不要不要走 不要走 结果 这个情况之下 有扭转的 他的其中一个儿媳妇 叫儿八 儿八就 十字节我们看到 儿八呢 就 怡婆婆亲嘴而别 指示路德不舍得哪儿你 我们看到什么呢 我们看到 儿八决定离开 他的 婆婆 哪儿你和他 之前 两个儿媳妇不是在唱 i will follow you follow you follow you wherever you go 是吗 哇这首歌大家一起唱的 可是走到一半的时候 儿八改 改歌了 不唱这首歌了 oh kiss me goodbye goodbye了 goodbye了 我再见了 我半路我走了 我走了 这儿八的清嘴说明什么 二二八的清嘴代表说 他同意哪儿你的观点 好 你说的没错 我的确待在玻璃困没有出息 我还是留在这里比较好 许多人都是这样的 好紧迫谁的时候啊 可以说我要更崇利 我都希望我的兄弟姐妹都过奖 牧师你在圣港 在这里建立教育 我跟从你到底 是吧 可是我看有一些人没有来 跑到那里了 是吧 我都希望真的每一个人跟我讲 我要跟你到底 是吗 像儿八一样 但是很多人像儿八一样 这样的人啊 我常常形容他是怎么样记住 A good weather christian 好天气记住 天气好啊 感谢周啊 太阳出来了 山塞 Oh my山塞 很高兴 下雨了 今天为什么你没有来啊 某某人 哎呀不是啊 下雨我被怕雨淋到啊 等下我生病不能来啊 为什么没有来 我在家里吃饭啊 我怕被捣到死掉啊 我怕被捣到头破血流啊 我没有很多这样的基督徒 Good weather christian 这样的基督徒断 苦难来的时候 你就能看出 谁是真正的门徒 许多人只想要耶稣的无比而已 吃饱了就走了 得不着的人也走了 我很惨痛的告诉你 将来在教会里 有许多许多的人不能得救 因为他们经不起讨厌 因为他们耐不住苦难 儿八向拿弥清嘴走了 儿八的言文叫乌治 他走了 这说明什么 今天许多的基督徒啊 尤其是冰城的基督徒啊 把重点放在需要场 只要他们需要被满足 他们就对神充满信心 这就是今天的基督徒 我信耶稣有什么好处 要不要接手信啊 信耶稣有什么好处 跟从上帝有多少的益处 他们只在乎这些问题 对不起 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这是错误的信仰 这不是基督教该有的信仰 这不是心想事成 典时曾经的宗教 这些人最后很失望地离开教会 离开耶稣 因为他们幻想在耶稣身上 能得到一些什么 岂不知耶稣曾经说过 如果你要跟从我 你就要放弃一切 背起神教再来跟从我吗 他们发现这个原先的目的和兴趣 是有出路的 他们就 kiss me goodbye 说再见 儿八中途变末 他爱的是哪儿民本身 他不爱哪儿民的神 他进了哪儿民的家 却不进哪儿民的国 今天在教会中有许多难处发生 就是人与人之间 发生很好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很好 却人和神的关系没有搞好 今天来教会中有没有 你跟神有没有发生关系呢 儿八算一算他的代价 就不业力再跟随哪儿民 尽管他曾经承诺跟到底 这说明物质的哪儿巴 只是在情感上跟从主 相反的我们看到路德 路德圣经讲他不舍得 他不舍得哪儿民 不舍得 其实不舍得的言文 意思就是连住交在一起 连在一起分开 这个舍不得啊 跟创世纪的第二章二十世界 是同样的一个字跟来的 就是一妻子联合 两人成为一体的联合 联合跟舍不得 是同一个字跟来的 这说明什么 这里的联合和舍不得 是圣灵用的这个字来告诉我们 路德和哪儿民的舍不得 是紧紧的联合 就好像阿旦和西亚湾 那个婚姻两宫婆的联合一样 哪儿民说 女儿啊你别傻了 你写写儿二八 想想你自己的前途 为你自己来朝想一下 路德告诉哪儿民 哎呀请你不要告诉我这样做 我心里明白得很 路德就是说 不要催促我回去 不跟从你 你往哪里去 我就往哪里去 你 你住在那里 我就住在那里 你的国是我的国 你的上帝是我的上帝 当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看到很像 他讲的这句话好像很familiar这样 最近那戴达林啊 又在重播了 是蠻脆异的 I jump You jump 是吗 跟这个有一样 很类似 我想啊 这个Ditanic的 Data Dawin啊 是拿这里的灵感来的 我去哪里 你去哪里 I jump You jump 不要催我回去 跟从你 你往哪里去 我就往哪里去 这意思就是说 你的前途就是我的前途 我们看到路德 愿意和神的旨意联合 你往那里住住 我也往那里住住 神的旨意在路德的身上 要有落脚的地方 要有战着住的地方 路德愿意 有时候我们生命当中太多 太满很多东西 满到很满了 然后上天旨意 路德 路德 路德的神灵里面 他没有 心中没有太多东西充满 他能够让上天旨意 有站脚的地方 有站得住脚的地方 我们具体看下去 路德做了什么 路德他进入了神的应许 他和上帝立业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不是根据我的需要 而是单单的相信你 兄弟姐妹 我们和神的关系 绝不可以把需要 摆在中间 虽然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知道 我们有很多需要 但坏事连连发生的时候 在我们身上 我们是不是像尔尔巴这样 Kiss me goodbye 真正的信仰 一定要能够 能够带你到一个地步 你能够说 主啊你是我的神 不是因为你赏识了我什么 Amen 今天的基督徒信仰 能够到有好像一个 vending machine这样的 你去买cocacola 知道吗 放钱下去 然后cocacola就下来了 今天很多人信仰 就好像那个vending machine 就是投一块钱 然后希望cocacola出来 那问题是这样 我把钱丢进去的时候 就好像钱 钱丢在那个machine里面 就代表说我给的奉献 我给的时间 我的祷告 我的灵修 我的侍奉 在教我的侍奉等等 你把这个东西丢进去了 你就 expect 期待上帝给你cocacola 可是出来的时候 不是cocacola是动买的 你就很生气 把那个vending machine 踢了一下 呼呼 还钱来 我要我cocacola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太多就好像这样 我们得不到我们要的时候 我们就在那边发懒杂 因为 我们以为信耶稣就是 心想事成 点识成经的周家 我们像这个vending machine说 毁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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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这样的净土我看太多了 我为他们很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在好几后世的时候 任何人都容易说 我跟I will follow you 我有问题来的时候 麻烦来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真正知道 他是不是一个中心的人 我体验你是那个中心的路德 我希望你不是耳朵 路德说 你往那里死 我也在那里死 也站在那里 除非死能把我 你和我 各觉向你 不然 也愿意我重重的惩罚我 路德向哪儿女毕业 同时也向上帝立业 每一个猛业 旧时代的人 对吗 我要跟你做agreement 因为没有成罗业的 就是要拿一样东西 如果你还记得吗 如果有看西亚 还是看土代的西亚 我发誓 我展百计发誓 为什么要展百计 我发誓 就是要奉献 要牺牲一样东西 所以呢 路德做一个像古代人 他没有长百计 他将自己奉献上 你死在那里 我也跟着你死在那里 他把自己当着活计 献上给上帝 从路德身上 我们看到真正的基督徒品质 这不是一个更深的门徒训练 事实上这只不过入门而已 这才是一个开始 路德所做的决定 不过是一个门徒 基本的需求 需要而已 连这一点 我们都做不到的话 这就变成假冒的基督教信仰 这就是假的基督教 所以我们必须来到一个地步 我们能够说 无论如何 无论多少代价 我要对你至死中心 直到死为止 哪里看到路德这样的勇敢的 这样的决定了 从18节我们看到 18节我们看到 哪里见路德定义 定义 定义 定义的意思在这里 是有强壮 健确 健硕 勇敢 的意思 这个定义啊 比刚才 儿儿八 儿儿八的物质 来得强 来得坚强 来得肯定很多 定义 他们到了玻璃痕 全城的人都惊讶 我们来看这句话惊讶 惊讶就是说明呢 如果你是很普通的人啊 你回到那里都不理你了 证明说呢 哪儿女在玻璃痕 是蛮有名望的人 以前是带有钱的人来的 可是今天他很落魄的 丈夫死了 儿子死了回来 大家都认得他 诶 你不是哪儿女吗 哪儿女说 请你不要再叫哪儿女了 我不是甜女人的 我不是甜美的女人 我现在是苦女人的 我叫玛拉 我的名字叫玛拉 你是不是苦 我叫玛拉 也不要 请你不要 不要给你这些名字叫玛拉 要不然你背心就很苦 ok 然后 我看过太多太多这样 哪儿女这样的基督徒的 他们容许苦毒充满他们 不管好的坏的 不管任何原因 是公平的 还是不公平的 不管你的错 还是别的错 重点 你让苦毒禁止你 他们不再是哪儿女 他们就变成 骂 今天我要讲的 如果是你的话 请你照照禁止 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必须很诚实的 不是应酬 不是心情 而是真正的自己 让我们好好的面对神 假如我们面对镜子 看到自己是玛拉的话 我曾经受过伤 可是又不愿意分享 甚至我们向着神来发提气 为什么神 你让这样的事情 挂在我身上 你自己想 朋友 我们在路德记的第一章 我们找不到答案 但起码我们看到路德 这个外邦名字 就是祂的愿意 让祂成为了 列入了神的计划里面 上帝的心意 不要我们只是 单单信耶稣得救他 今天你信了耶稣之后 你是不是成为上帝 之一计划里面的一部分 神要把你放在祂的计划里面 上帝不要你单单得救 有些人 好像我以前 我刚刚开始 信耶稣的讨计年 我都无理无睹 因为我找不到上帝的旨意 在我身体当中 今天牧师问你一个同样的问题 你信了耶稣了 感谢主不然很好 你有没有上帝的旨意 你有没有找出来 你上帝的计划在你身体当中 要不然你就浑浑饿饿 这边赚钱 这边花 然后常常问你一些 为什么要活着 活着就是为了要吃饭 那为什么要吃饭 吃饭就是为了要活着 然后我问他为什么要错过 错过了就是为了赚钱 然后赚钱叫什么 赚钱就是为了要吃饭 我们就这样过日子 这样过日子而已 你知道吗 你必须要找出上帝在你的计划里面 在你身体当中有什么计划 如果伊利沙勒没有死 拿尔米的两个儿子没有死 我们就不可能看到路德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 或者跟随拿尔米回到玻利河 他可能仍旧住在摩扬地 过着他的生活 他会来到玻利河 然后又改嫁给华师 然后剩下二贝德 由二贝德再生耶稀 耶稀生大卫 然后大卫就同意整个以色列国 那我们再推一百步来看 这不仅仅是拿尔米的故事 这个故事 这不仅仅是路德的故事 这根本就是你和我的故事 神的见面 一点一点一步一脚 所以慢慢的把我们把全盘的救赎 激活在里面 上帝让路德成为他激活中的一部分 如果 那我必是生命 我不是乖 我靠我自己的生命 如果我没有 之前那一段黑暗的生命和生活 我没有参加示威党 我会去做那些无非作歹的事情 我没有这个生命的黑暗的阶段 我想我没有办法来到上帝的面前 一些经历不好的经历上帝 使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 有些事情发生不是不好的 是让你知道上帝的旨意 我很难想象我这样的一个人 能够做公司 凭什么 但是我们看到上帝的旨意 在我们身上 就仅仅得救信主 上帝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 最后一个fly 我们就结束 三个女人 代表着三种命运 三个女人 有三个不同的遭遇 但是重点在这里 重点是你的态度决定你的命运 我们看到第一个 哪儿女 是一个先甜后苦的女人 是一个甜美的女人 极高兴啊 极幸福跟着老公一起去国外生活 移民到国外 以现在的过来讲 移民到国外 然后生下来这种可爱的宝宝 宝宝 baby 同时生活 就过得幸福快乐生活 甜女人 可是风暴一来了 老公死掉了 老两个儿子也死掉了 由甜女人变成一个很苦的女人 由一个愉快的女人 变成口哭的女人 由满到空变空 我们失去指望 失去方向 充满的孤独 活在痛苦当中 我们是哪儿女吗 我们信仰余叔 想从遇到问题想到吗 一个人 我们看第二个女人 第二个女人 是耳爸 她去拿手的一首歌就是 Oh kiss me goodbye 她唱出来 Oh kiss me goodbye 就是这首歌 宗主遍我遍我 请赶上恩宗主 好紧那些活着 捏紧的就退走 重点放在需要和兴趣上 要恩物 要上帝给礼物 但是不要上帝 不要恩主 一生的好处 都以好处为自他 我们 我们是耳爸 我们是不是耳爸 我们问自己 还是哪儿女 还是我们是路德 路德 路德 路德是什么 从甘空 主啊 你是我的神 不是因为你赏识了我什么 你是我的神 因为我跟你有联系 有联合 我们两个有盟业 我要贴助你 致死方向 对于男儿女来说 可能他会问 为什么我的命运如此坎坷 好像Akela唱的首歌 我比巴人家紧进 我比巴人家爬命 以后我爬命 然后你一直在问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可能上帝对男人说 男儿女 我爱你 这不仅仅是你个人的问题 你个人的事情 这关乎神要降世为人 神道成肉身的大激活 我使用你成为大激活 我这是我对阿波拉罕应许有关 哪里 你现在不明白 但我爱你 你必须你要看整个世界 我们不许好像哪里这样 不拥有一切的答案 但我们相信它是以利 以利沙的耶罗斯王 我们生命中的主 Amen 哪里说 我空空的回来 但是 我们知道 他不是一个空空一个人回去 他带着路德一起回家 尽管他看不到神的祝福 已经降临到路德的身上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段 经文他说 我没有看见 最后经文他说 这个很重要 哪里和儿媳妇 摩亚女子路德 从摩亚地回来 正是动手割大牌的时候 你看到没有 兄弟妹 因为路德 兄弟妹 因为路德 收割的时候到的 丰收的时候到的 因为路德的那种坚持 路德的那种同甘共苦 那种的愿意百法 跟随哪儿媳妇 回家 回到玻璃腾 收割的时候到 还没准 丰收的时候到 你现在遇到很多的难处 你找不到出路吗 兄弟妹妹 只要你愿意靠上路德 只要圣经说 看到 收成就好 收割知道 让我们展立起来 好 谢谢 谢谢